房东涉毒案8月爆发后,柯震东几乎小声匿迹,不过他又将东山再起。 据悉,柯震东在12月21日将参加加福中心的供应活动,而他这次出席并未收取任何费用。 因受到广电劣迹令的影响,柯震东早前参演的影视作品已经成为牺牲品,但其经纪人方小如却表示, 我们最近有收到很多邀约,但他还是希望先顾好学业,所以暂时没接, 但如果可以,希望能趁还有点影响历史,呼吁大家帮助弱势群体。 显然,柯震东经纪人希望大众的目光不要再聚焦柯震东,而是聚焦在公益活动上。 柯震东过去几年是电影圈当红小声,工作满档,红有邀约也来折补剧,晚上更是长长夜夜声歌。 经纪人方小如表示,因房东岸,柯震东已经找回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。 小时代中只可以精明的柯震东,总算找回了那些年中的些许青涩或纯真。 夜组的新闻中心,时尚报道。